被女大学生误认为网约扯 看她高级去面试我就好心送她 没想到第二天她就主动约我 就见面啊老妹 能跟你吃个饭吗 我刚在家吃完呢我也不饿啊 那咱去附近过哪儿了 怎么转呢 这么转 马克思长老妹我恐高啊 我做不了这个 哎呀有我在你怕什么 不是你说这算怎么事啊 咱俩也不熟 那这样咱俩去散步 那行 上次谢谢你 要不是你我就赶不上面试 你没帮到哪儿去 你不一样面试没通过 没关系我是姐 我看你那是要大学毕业了吗 对啊我学的是工商企业管理 那你面试的啥工作啊 前台啊 专业挺对口啊 你呢你是做什么的 我啊我大学学的园林规划设计 现在在小区当物业 今天不落这些呢 那个你今年多大了 24啊 咱俩差不多呀 那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怎么突然问你 你笑啥呀 没事那个我不愿笑了 大家下次再听 怎么了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没有啊 我就想问问下次见什么 我想什么 那你给个准信啊 要不我心里难受啊 你还这么做太承担吗 太恐怖了会呀 好吧 跟着说太承担了会呀 你还没记住啊 我的爱情绪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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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呀